Unit 9 被动语态 这个单元所介绍的被动语态呢 其实可以从主动语态改写而来 我们可以将原本主动语态的主词与受词的位置呢 颠倒放 就是交换位置 那中间动词的部分呢 就把它改成V动词加PV加By 那这里的By 公式里面的By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中文的By 那同学在书写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到这个V动词时代的问题 那像现在式的话 当然是Is M R 那过去式是Was跟Word 那未来式那是Will Be 那现在完成式就是Have或是Has加Bean 那过去完成式呢 则是Has加Bean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元的练习题 好 首先呢 是填充题 好 来第一题 我们在中音对比之后来找 需要翻译成英文的部分 好 好 像第一题的话 我发现说这里有个要求这个动词呢 是需要翻译的 可是你要注意到 那前面有个By这个字 所以整句话应该就是用被动语台来写 那你再对照一下英文 这里有个Wars 好 所以当然是用PP来写了 所以原本的ASK要加ED 变成ASKED OK 好 接下来第二题 好 那对比之下呢 会发现说处罚这个动词啊 处罚这个动词是需要翻译的 好那中文提现你这里有个By 那英文其实这里有个By 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的动词的PUNISH 必须要改成PP 所以答案是PUNISH OK 好 第三题呢 我们看第三题 这位作者对国家的爱呢 都反映在他的作品 这一题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中文里面的作者对国家的爱 你看对照英文是不是 the什么love 所以这边你要小心哦 这边必须要用所有格来写 因为是作者的爱嘛 对不对 对照英文的话是这样子 OK 好 接下来后面往后看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字 还是要反应就是反应这个动词 好 reflect 好 可是呢 你如果直接写reflect 这样是不对的哦 因为你看主词是不是 这位作者的爱 那爱跟反应的关系 当然是用被动来写嘛 所以这里记得 等一下reflect 字为要改成PP的形式 OK 好 所以答案是authors 跟reflected 好 这边很容易错 请你小心 OK 好 好 来我们看第二大题 句子重组 好 首先呢 一样我们先标记完磁性之后呢 再来两两合并 好 我们看第一题 好 buy呢 我们就直接标buy 背 OK 好 接下来的tennis match 它都大写了 所以直接是s主持 这个网球比赛 好 接下来suddenly disrupted 突然间呢就被打断了 好 那我们这边 副词不用管它 我们直接标 这里disrupt 可以标PP 当然disrupt 也有可能是过去式啦 可是呢 因为呢 我在前面有看到by这个字 所以这边我推理 应该是用PP会比较好 好 接下 a crazy man 一个疯狂的男子 不要and名词 好 最后呢 was 当然就是我的动词咯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 观察一下 有没有两两颗先合并 好 那主持完之后会直接接动词 所以was 很明显一定会放在 the tennis match的后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被动于它的公式就是 b动词加PP加buy 我们就照公式这样的合并 就万无一失了嘛 所以was 应该是接PP 所以等下应该过来这里 好 最后呢 b动词加PP加buy 所以一定会放在PP的后面 那剩下最后的a crazy man 就刚好放在buy的后面哦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 the tennis match was suddenly disrupted by the crazy man 好 这样答案就出来了 好 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题 好 第二题呢 totally ruined 好 完全被破坏掉 好 副词我们不管它 我们直接 不要去后面这里 ruined 可以不要PP 那当然它也有可能是过去式 过去式的动词 好 接下来 Bob's plan Bob's plan 他的计划 所以不要s 好 接下来 was 不要动词 好 最后呢 buy a car aston 我们可以不要buy 然后加个n名词 被一场车祸给怎么了 好 最后个部分是to study abroad 去国外念书 我们不要to加动词 好 接下来我们来两两先合并哦 好 首先呢 当然主词完之后会接动词 然后主词完之后会接动词 所以等一下应该是bus point 会接 was ok 好 那我有看到这里有buy 所以又想到b动词加pb加buy 是我们的被动语态 所以等一下应该是totally ruined 会放在这里 好 buy a car aston 就紧接在后面 可是呢 如果你这样重组 你会发现说 诶 那最后这个部分 to study abroad 那到底要放哪里呢 好 这时候就要透过一点点语意来 推论说到底要放哪里了 好 因为这边有看到一个计划嘛 好 bob的计划 那是什么计划呢 就是要出国念书这个计划呢 被一场车祸给破坏掉了嘛 所以应该是摆在plane的后面 来修饰这个计划 ok 好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哦 bus plane to study abroad was totally ruined by a car aston ok 好 我们看一下中音音的部分 好 一样我们分析完中文之后 来找句型判断实态 ok 好 来 手机壳很明显是我们的s主词 好 接下来是设计来干嘛的 这边的设计 设计是design对不对 可是呢 你要想到 句子呢 因为就是要么就主动 要么就被动嘛 那我们判断一下主词是手机壳 手机壳跟设计的关系 但是被设计出来 所以这边老师呢 用绿色来标 提醒自己说 这边应该等一下用被动语台来写 好 接下来有个字叫来这个字 好 来保护跟装饰首先来 就是表一个目的嘛 所以等下刚用图来写 好 后面还有两个动词 就是保护跟装饰 好 我们就照翻嘛 好 保护 然后end 装饰 ok 那最后就是把手机 好 这个名词给翻译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找句型 那句型就刚才所谓的这个被动语台了 ok 好 那实态上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事实嘛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用现代简单式来书写就好了 好 不过 比较 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里呢 被动语台原本的句型是V动词加PP加by 那by 是被谁做出来这个动作嘛 可这边很明显 我们没有这个行为人 好 所以那个by 后面这个东西 我们就不要写了 我们就直接用to加v 不定词加to呢 来接后面的东西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正确单 cellphone case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and decorate the cell phones ok 好 所以 这边再提醒大家一次 b动词就是b动词加PP 好 那如果要接第二个动词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用表目的 我们用to来连第二个动词 ok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本单元的全部内容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